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二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 跟大家可能會有撤身關係 這一節要說的是 國泰 被迫要取消 在接下來的2月份 足足有50班 去日本的飛機要取消 當中牽涉大量香港人會去的地方 包括東京 包括大阪 名古屋 還有福江機場 即是這個九州 這件事徹徹底底是日本 是因應 香港跟中國大陸通關 所以 需要對香港的入境旅客的政策作出調整 隨著香港的政治局勢 跟中國大陸每一件事徹底接軌 現在我們可以預計 外面的世界 一定是對香港 只會越來越嚴格 換句話說 將它當成跟中國大陸 是一模一樣 這個似乎已經成為了無法改變的事實 我們一起講講 取消的航班 以及相關內容 我們繼續講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烏大發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繼續提提大家 現在這個是 28日 即是下星期六 還有一個星期多 就是我們的網聚 人數基本上已經是超過了上限 希望28日 看到大家 跟大家再討論 各種事情 我們下一節也會講講英國 香港人在今年的農曆新年 搞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這一節就不說了 勢頭有一點 在一個微小的經濟圈開始復甦 我昨天也在節目上跟大家探討過一個概念 就是 在這裡的香港人 盡量應該就是要做 商家 即是做小生意 做小生意的好處 跟這個上班 是相對的 在這裡直接上班的好處 當然是直接知道這個社會 裡面的運作 但是應該要有不同的層面 做生意 香港人就會慢慢成為商團 有商會 有商團 慢慢坐擁 這裡的資產 坐擁這裡的業務 上班不是不行 上班的壞處 就是 失去了上述所說的事情 當然有些工作就是有用的 例如 做專業人士 又或者是 做一個 跟政府相關的工作 了解政府內部的政策 還有一種 當然是參加這裡的紀律部隊 這些 是對於潛在的光復 香港人在英國的影響力 是舉足輕重的 最好是從政 這個在未來 無論中國大陸發生任何事 香港發生任何事也好 那個影響力就會慢慢產生出來 我們這節暫時不討論這個話題了 我們留一點時間再慢慢說 我們先繼續研究 國泰的情況 國泰 在16日深夜的時份 需要忽然之間宣佈 要取消 大量在2月份 從香港飛去日本的航班 因為 日本政府對每間航空公司 從香港 飛往日本 的航班數量 實施限制 早前的消息 是說這個 是香港快運 香港快運忽然之間取消大量前往日本的航班數目 事實上不只是 香港快運的問題 實際上連國泰也是一樣 因為 日本政府對你私家的限制 是所有從香港飛出來的飛機 數量受到嚴格限制 所以國泰是不會有特權的 而事實上 根據所有的情報顯示 如果我們有渠道 我們會直接 告訴日本 告訴全世界 英國 你不用擔心 我們一定會告訴他們 國泰 已經徹底是給 港共控制了 他們是用中共的手法 將大量的黨委 放入公司裏面 香港出現了非常嚴密的監控 例如你搭國泰 只要你買飛機票 你 就已經 是會被所有 相關人士已經知道了 他的設計 就是要將這一間國泰航空 變成了政府徹底控制 的一個企業 而裏面的員工也慢慢進行一個大換血 即是將聽話的人 全部慢慢調走 慢慢放一些不知道什麼人進去 好像 做特務一樣 把那些資料 全部交給國安 交給上面 當然現在我在說日本取消香港 飛往日本的航班 跟我剛才所說的問題 就沒有關係 但是未來可能會有關係 如果 外面的國家慢慢知道 你現在的航空變成了國營航空 變成了特務機關 全世界 對你國泰的態度就不再相同了 坦白說 過去也沒有想過國泰 是會這樣 被中共吞併了下去 而事實上也不只是國泰 所有的 大機構 大集團 全部都有這樣的情況 跟中國大陸內地很相似 昨天跟大家說這個馬雲 的螞蟻集團 還有阿里巴巴 完全被中共 徹底控制 成為了黨委組織 現在其實國泰 也是在報這個後塵 你想在他控制的地方做生意 其實 他就是會控制你 你可以賺到錢的 但是每一樣東西你連賺多少錢 他也要知道 所以其實你賺錢 是拿不走的 香港的企業也是一樣 香港有很多 大MASA 例如 新鴻基已經徹底放了黨委在裡面 你做甚麼project 賺多少錢他也知道 你怎麼可能 逃出他的五指山呢 今天其實 外面的世界 日本將香港 徹底 等同 跟中國內地是一樣 所以 這個是直接 是將從香港 飛往 日本的航班 是全部要實施限制 本來也沒有甚麼的 不過香港最慘就是 差不多是唯一的娛樂來的 其實是飛去日本旅行 坦白說 幾個原因一定會經常飛日本 首先 香港這個地方 跟台灣 跟東南亞世界一樣 受日本文化影響得很厲害 大家都很有興趣 去日本的 第二 日本作為一個旅遊的地方 在附近的地區 沒有一個是能夠上日本的 無論是整潔的程度 文明的程度 還有風景 看好整個亞洲地區 你絕對數不到第二個地方 可以像日本 所以 再加上去日本的飛機票 不貴 有大量的廉航 令到大量的香港人 成為了習慣 飛去日本 幾天的假期 你已經可以飛了 因為距離夠近 所以就苦了很多 想飛去日本的香港人 要背著中國大陸 的責任 中國大陸的責任 本來不在於 民間 但是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 全部 每一個政策 都是有政治目的 這件事 才會令到外面的國家 需要對 中共政權防範 中共政權的所有政策要防範 而中共的所有政策 絕大多數都是利用他的人民 作為他的武器 所以沒有辦法 附帶 內地遊客 無論你是乖學生還是壞學生 一樣 是要被人受控的 最無辜的香港 香港本來是乖學生 香港 港共政權控制了這個地方 全世界當香港 是壞學生 其實香港人真的有責任 除了去旅行之外 你有責任 香港人 其實不是壞學生 我們跟政府 分得開 這個訊息 是一定要想辦法傳遞出去 如果你又不做 我又不做 你飛去日本 真的只是只顧著旅行 其實真的沒有人做 有些時候說要靠海外的人 你飛出去海外的時候 你又甚麼都不做 的話 大家就變成一樣 是不是 真的對各位有些要求 如果你 在香港還住 你又會飛日本 做一點點功課 是不是 飛去日本 看到日本人 想辦法跟他說上面那段說話 告訴他香港人想光復 應該不會危險得到哪裡了 我覺得 就算你不說光復兩個字 你最低限度 如果你去日本 你絕對可以舉張紙 寫清楚 Hong Konga Is not Chinese 其實 這個跟寫Hong Kong is not China差不多 這件事是有必要 尤其是那麼多香港人去日本 是有必要把香港 那個地位 以及香港人的身份 要告訴日本的民眾 跟我們在英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美國 澳洲也好 是一樣的 其實你是需要做這件事 民間 接受了這件事 知道了一個分別 他們自然每一件事 看法就不相同 所以 真的不要只怪了日本旅行 你去日本 不是很危險 沒有人叫你 一路說上面的事 一路做直播 是不是 有誰知道你做了呢 你不是跟我說 你跟個家人說話 你怕他是中共間諜 中國大陸有沒有懂得說日文的間諜呢 理論上是有 但我告訴大家 中國大陸 他的統戰能力 只限於 基本上只限於 講中文的地方 講英文已經搞不定了 來到英國 統來統去就統這個唐人街啦 統一些餐館就能夠統到 日本也是一樣 現在不用說了 留學生也變成敵人了 他的敵人也很多 劉學生 都已經 不會舉報你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共匪的 玩下手 你看到中國劉學生 他一起跟你去中國領事館示威都有份 所以 你不要害怕他 你害怕他 他就很高興 我叫你不害怕他 不是不用智慧的情況之下 不是叫他拉你鎖你 你不害怕他 那種不害怕 而是你要小心 用策略 用智慧 對準他的弱點 他其實應該是無理符的 香港人最厲害 就是做這件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起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